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常常在家年的时候 我们都保持了一个很传统的礼所 回两家 尤其是小梨、小三 小梨如果没回去,小三就一定回去 尤其如果是妈妈、爸爸在家的时候 你如果太慢回来,好像对妈妈、对爸爸没什么礼貌 是怎么说呢? 因为爸爸妈妈都会怀念 我们家出的女孩 是怎么带你,没回来后头出 所以我们古早人就有这样说 有这句话说 有伯母带你什么? 那没伯母呢? 头疼疼 是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是有爸爸、有妈妈在家的时候 我们哪怕说我们就带你更忙 更慢回来 爸爸妈妈就趕快打电话 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的姊妹都回来 你现在还没到家 所以说爸爸妈妈他打电话来跟我们家 所以说我们就会这样 经理一下把家的处理好 趕快回去后头出 回两家跟父母亲团聚 跟兄弟姐妹团聚 但是呢 如果爸爸妈妈没在家会怎样呢? 爸爸妈妈如果是一个离开了 这是主缘的现象 离开了的时候呢 那么如果这样 我们的哥哥也好 我们的弟弟也好 会记得 我们的哥哥 男人也是有太太 也是有阿嫂 弟弟男人也是有太太 我们也有帝夫 所以说阿嫂也是要趕快回家 帝夫也要趕快回家 帝夫也要趕快回家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呢 爸爸妈妈如果没在家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比较少有人会打电话来跟我们邀请 几乎是什么呢? 思念 所以说几乎是头大大来看天 来等什么呢? 等你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哥哥弟弟会打电话来邀请我们回家 但是 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感想 但是其实我们在帮的开 因为 有白有母 拆二三 没白有母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重心比心 我们也同样 我们有良家 难道我们的嫂嫂 难道我们历史没有良家吗? 将来当我们当了妈妈之后 我们当了婆婆之后 你就会体会到 你就会体会说 我们的媳妇 我们的女儿 她当然也有这种困难 所以说这句 是过去的这句设计 跟我们说 有白有母 拆二三 没白没母 头疼疼 其实观众朋友 不必 不必头疼疼 也可以没人车 自己回去 那就要头疼疼 那